19题跟20题 看这两题 好第一个我们看第19题 题目说这两个有两台车 甲跟乙 那我们为了把这个 画清楚一点 第一个 甲车做的是这个 因为他没有画得很清楚这边 这个是甲车 甲车 乙车呢 乙车的话是这个 OK 红色是甲车 蓝色是乙车 那么第一个他题目说 甲车做什么运动 因为他这个是VT图 所以这个是水平线 所以他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那乙车的话是个斜直线 所以他做的是一个什么 等加速度运动 这个我想应该也不难 OK 然后再来第二题 0到1秒内 0到1秒内 甲车跑多少 这个就是考你什么东西 VT图下面的面积 我们看一下甲车 甲车的话 他在问0到1秒内 跑多少距离 那我们讲过 VT图下面的面积其实是什么 就是我的位移 就是位移 好所以换句话说 甲车的话 这是一个长方形 对不对 所以就多少 10乘以1就好了 所以甲车就走了10米 那乙车的话 因为他从0到1秒这边 它是个三角形 蓝色的 蓝色是个三角形 是这样子的 这是乙车的面积 所以他应该是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乙车呢 其实他只走了5米而已 这样子OK 好 男之男在第三小题 好这里打5颗星 他说请问你 几秒后 乙车追到甲车 简单的说 他就找什么时候 他们的面积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假设呢 怎么做 假设是x秒后赶上他 那我问你 对于甲车而言 甲车而言 x秒以后 他的面积是多少 因为他这个速度是保持固定的 所以对于甲而言 他是不是应该是10x 对不对 因为他经过x秒 那因为甲车这个下面的面积 一定是长方形吧 所以这是甲车的面积 那我们讲过嘛 面积就是什么 位移 好 就看乙车 乙车的面积的话呢 假设这个是x秒好了 那我们如果从比例来看的话 你看这边 4秒钟 我的速度是40 所以换句话说 时间跟速度的比例是几比几 时间跟速度的比例 是不是应该是10比1 所以你看到每1秒的时候速度是10 2秒的时候速度是20 所以呢 x秒的时候呢 速度多少 速度是不是应该是10x 对吧 好 那因为他是三角形嘛 所以假设x秒的话呢 他应该是10x乘上x 除以2吧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们两个的面积是应该要一样 对不对 好 所以就化解化解5 好 那我们现在旁边就是 10x 是不是得5x的平方 对吧 然后呢 有个重点哦 请问你这个x x可以约一分吗 答案是可以约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考虑 0的时候 所以x不畏为0 x不畏为0 所以可以消掉 所以这个时候x等于2 所以2秒后呢 他就追上他了 OK 好 这个你看一下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20题 20题的话呢 这个题目呢 又来又是个VT图 对不对 好 那题目说 请问你 行驶30秒以后 他距离原来的位置呢 触发是多少 好 30秒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又来了 VT图下面的面积是什么 VT图下面的面积 就是我的位移 对不对 所以就 三角形嘛 那就是底乘以高 除以2 底是多少 底是30 高呢 高是这一段嘛 OK 那不就是20吗 就是30乘以20 除以2 所以答案就是300 300 OK 好 那第二小题呢 他问30秒内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好 一样代公式 V等于什么 V4等于V0加AT 对不对 好 就会发现很搞笑 开始和头开始的数数是0 墨数呢也是0 所以其实你可以算出来 然后30秒我的A多少 我的A就是0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从定义来算 定义的话 加速度定义不是 这个T1-T0分之V1-V0吗 那因为你知道 初数跟墨数都是0 我更不管中间的那个变化 所以一定是0-0 所以我的加速度一定就是0 OK 好 这个你看一下